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年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下几个咱们讲过 可变个数的参数 对不对 在咱们PHP里边 食餐可以必行餐要多 也可以必行餐要少 对不对 分别用两种穿餐的方式解决 一种是默认参数 能解决食餐比行餐少的问题 还有一种可变个数参数 能解决食餐比行餐多的问题 对吧 那这两种解决办法 都是为了我们在调个函数的时候 灵活的存参数 对吧 这两个是别的语言做不到的 那一些类似于弱类型语言才能做到 那PHP是存弱类型的 还有将来大家有可能学GS 那GS里边也是能做到这种情况 对吧 那这这块呢 能接触一个变量函数 也是当PHP非常有用的技术 那什么是变量函数呢 这个如果你在学加法的话 你需要学大概几个小时的那种什么反射之类的技术 才能实现的功能 那在PHP里边呢 只要一条代码就能实现 这都是为了方便我们快速拍发 PHP给我们提供的函数的一些特性 对吧 那么说到变量函数 那就不提不得不提变量 对不对 变量咱们都知道 怎么呢 咱们打开这个笔记 看一下 变量是咱们前面重点讲过的一个内容 对不对 对 那变量随便的一个变量名 对不对 那等于的值是八种类型中的什么 任意一种 对吧 那如果咱们这些是变量函数的 对不对 等于10 等于ABC 这是前面说的整形作物串的类型可以给吧 对不对 那如果我把一个函数名称给个变量 是什么样的呢 那你看一下 我现在随便做一个 代摸的一个函数 里边 我对函数功能很简单 我改个名吧 比如就叫做 ADD 这是干嘛的 添加 相加的 AWB 那我这个函数的功能很简单 就是让两个参数相加的 没有比这个函数更简单了吧 麻雀虽小 不如荡集权 函数的功能有了 两个数相加 对不对 参数有了 那两个数 对不对 那反位值也有了 就是两个数相加的核 对吧 现在 变量函数 就跟变格数一下 见证期间都收到了 看一下 随便起个变量名 那变量名 我可以随便叫吧 对不对 等于 ADD 看一下 那说 这个变量和那函数有什么关系 ADD 外层是双眼号 对吧 那ADD就是一个什么样 就是一个字符串 对不对 所以这个变量没什么特别的 看到了吗 变量没什么特别的 里边存的是不是就字符串 我直接输出VR这个变量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值 往来 我们打开一下浏览器 我们看一下浏览器 时间稍慢一些 ADD 对啊 肯定就是ADD 因为它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多字符串 没有什么特殊的对不对 来我们打开 TES 看一下 看一下 就是ADD对不对 和正常咱们复制的变量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有一点比较特别 这个变量存的这个字符串 这个字符串 本身是不是那个寒数人吧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 你看一下 我这样写 大家 这是变量吧 对不对 那变量加括号呢 见过变量加括号吗 没有 没有 那这块就第一次见到 对不对 如果没有这个道乐符 是不是就是一个寒 掉一个函数啊 对不对 那加了这个道乐符 如果不加括号的话 是不是就是一个变量了 对吧 所以往这一加括号 那既像变量又像函数 对不对 这就是变量寒数 那它有什么作用呢 你看一下 对 VR是一个变量 这个变量存着什么值 短ADD 对不对 而寒数名有一个叫什么值 ADD 所以呢 这个就会掉到这个寒数 那大家看一下 我按扣一个 我们来预计一下 对 我没穿太多 那我这里边 传一个 10 和20 看一下 如果结果是30 是不是我们掉在寒数成功了 是不是掉在寒数成功了 别忘记 传参数 对不对 那这就是变量函数 那我们如何给它定义呢 看一下 如果 将一个 函数 名称 这个函数名称 这什么函数名是不是自乎串的 对不对 自乎串的 函数名称 给一个变量 那这个变量的类型就是什么 是不是自乎串 是吧 如果将一个函数名称 给一个变量 这个变量就是自乎串 然后 怎么的 在这个变量后面 加上 什么 对 加上括号 就会 调用 什么 这个变量值 对 变量值 是不是 那个韩数名称 对吧 对应的 对 韩数 这就是 变量韩数的概念 对吧 那我都说了 现在用法 现在清楚了吧 一个变量 这个变量 对应的值是ADD 那我这变量 把它翻一下ADD 是不是就掉在这个了 那说 这有什么作用啊 这有什么作用啊 好处在哪里啊 它的灵活性在哪里啊 是不是这样 对吧 嗯 既然是变量韩数 那么我们在写程序的时候 比如说 我掉这个结果在不变的情况下 是不是算的是两个数相成了 对不对 也就是用户再把功能开发完了 对不对 中间想到这个结果 用户不同的定义 它有不同的变化 那看一下 我现在 我现在 我再生命一个韩数 翻个闪 有时候相成 对吧 我就随便写个成 也是两个是探数 对吧 我返回 $A 乘以$B 对不对 我再来一个 有时候相除 $A $B 我这话 如果$B 不等于0 那就返回$A 除以$B 否则返回 比如说返回个0 或者返回价值 对吧 那你看 我是不是做了三个函数 对吧 那用户就想计算 对吧 这个时候 你根据 假如是呢 后边学了参入输入 参入输入 或者表单的一些东西 对不对 那用户就可以通过自己的行为 比如说点一下按钮 相成相除 对不对 那结果是固定的 显示界面是固定 对不对 那只要给变量重新付上值 比如用户是想相成 对不对 那他就把CHEN这个函数 付给这变量 对吧 既然是变量函数 这个变量的值是可以改变的 那用户根据他的需要 就把什么 相加这个名称 改成相成的名称 那在结果在不变的情况下 你看一下 值有没有变化 是不是就变成两种相成了 那用户 比如说有界面通过什么 他想相除 那一相除的操作 就把这个变量附上了谁啊 对吧 除 那我们现在得到结果应该是多少啊 是不是0.5 对不对 这就是变量函数 对吧 非常的方便 在我们使用中 那后边 咱们还会用到变量函数 去模拟什么呢 去模拟 比如说回调函数 对吧 以及后边的一些高速计算法 咱们通常都会怎么的 去玩字幕串 玩字幕串呢 就形成一个函数名 将来变化函数 这个使用的距离非常的高 但是但是刚开始学 咱们只需要接触与法就可以了 你只要了解 什么是变量函数 对不对 然后简单了解一下 它的应用的意义 像这种应用的格式 特别像咱们多态 就感觉是一个变量 是不是有多种形态啊 对不对 特别是面向对象中的形态 那个多态的概念 跟这个是很像的 所以呢 咱们现在不用过多的去关注 变量函数 在实际地方的应用 那后边我在写实例的时候 用到变量函数 你要知道啊 这个东西是变量函数 当时高尔士讲过 知道这点就够了 对吧 因为他用场太多了 我在这块呢 也不好把这一一都说出来 因为呢 现在要说用到的地方 那就得涉及到后边要讲的知识 比较麻烦 好吧 嗯 那再回复一下这个概念 什么 将一个函数名称 给一个变量 然后这个变量后边加过号 就会调用这个变量对应的函数 这就是变量函数 你这么调用 和直接调用这个 比如这变量是除 和直接调那个除 存10和20是一样的结果 对吧 只不过这个这么调用 这个结果是不能改变的 对不对 而上面这个变量 你是可以任意去复值的 根据复值的函数名不同 它调的函数就不同 那给我们的结果就不同 对吧 嗯 好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学的一个小的值点 但是很有用的值点 就是PPP的变量函数 那我们来看一下 课件中只给我们一个什么 给我们一个应用案例 生命一个万的还是计算两数的核 对吧 生命一个兔的还是计算两数的平方核 看到了吗 然后结果不给万 不给兔 是不是它根据不同的值 第二个结果就同 跟我们刚才写的例子是很像的 对吧 嗯 好 这几课的内容不多 我们就这样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